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个单元部分 针对Micro OS 2 它的排程技巧 那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 它在这一方面 它的设计的一个机制设计的很棒 那各位同学可以去了解一下 它怎么去达到就是说 很快的可以找到我们最高优先权是谁 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下 我们你有几个地方会需要去找最高优先权的Task 一个是要从所有的Ready List里面 找出最高优先权的进去CPU之写 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有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个事件里面 到底有哪些Task在等待这个事件 从这些等待的Task里面去找出最高优先权的 所以这几个部分都是我们需要去找出最高优先权的Task 那针对事件来看 我们会有这三个主要事件 Semophone、Mailbus跟Q 那这个这三个部分会有对应自己的所谓的ECB Event Control Block 就是借由这个ECB来达到挑取最高优先权的一个方法 同样的Ready List它做法也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是一个ECB 它的一个结构 一个结构 所以只要有Task要等待事件 这个事件不管是Semophone、Mailbus或Q 它就会把这个Task ID对应到 这个要等在这个事件的一个ECB里面 那这个ECB里面它如果去挑最高优先权 主要是靠两个参数 一个叫Event Group 一个叫Event Table Event Table 那如果是Ready List的话 它叫Ready Group跟Ready Table 所以当等待的事件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藉由ECB的这两个参数 Event Group跟Event Table 去找出最高优先权的Task 那把它的状态由Waiting State改成Ready State Event Group跟Event Table 它长成什么样子 这个是一个ECB的一个架构 在这个ECB里面 Event Group它其实就是一个8位元的变数 一个8位元的变数 那每个位元就是一个Group 那是什么Group 就对应到就是一个Event Table 的一个Group Event Table它是一个8个元素的一个阵列 那每个元素有8个位元 所以拆开来看 它就是一个8乘8 就是有这么多个位元 那每个位元就是代表一个Task 那其实Ready Group或是Event Group里面的某一个位元 其实对应的就是Event Table的某一个元素 那这个对应关系我们后面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看右边它是一个Ready Table 我们这边是用就是Ready List来看 所以它是一个Ready Table 这个Ready Table里面你把它展开 它是一个8个元素的阵列 那每个元素都是有8个位元 所以你把它展开就是8乘8 有64个位元 每个位元就代表一个Task的优先权 那因为我们Micro-COS2它是一个 我们说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最多有64个优先权 所以这里每一个位元就是对应的是某一个Task的优先权 那其中我们最右边就是元素0 Ready Table 0的D0的bit 右上角那一个 那个是最高优先权 那左下角63这个就是最低优先权 然后Ready Table的一个元素 其实对应到就是Ready Group的一个位元 Ready Group的一个位元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对应关系 对一个Task的优先权来讲 它最多就是到63 0到63 所以总共有64个位元 64个优先权 这64个优先权 我们可以用6个bit 从二经位来看 就2的64方就是64 所以6个位元的优先权 我们把它拆成两部分 一个是Aquis 一个是叫Y Aquis代表的是 它在某一个Ready Table的哪一个位元 哪一个位元 Y对应的就是哪一个Ready Table的元素 所以从Y我们知道是哪一个Ready Table的一个index 也就是元素 那借由X是知道这个元素里面的哪一个位元 同样的Y也可以对应到你这个Task Party 它对应的是哪一个Ready Group的哪一个位元 因为它是一个对应关系 所以Y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Ready Group的哪一个位元 一个是Ready Table的哪一个元素 那这里我们来看Task怎么加到Waiting List里面跟移出去 那左边是一个Task的优先权 分X跟Y 我们要把Task加到Event的Waiting List要加进去 所以要加进去的话 它怎么做呢 我们先取得Y的值 取得Y的值知道说 这个Task它对应到是Event Group的哪一个位元 那怎么取得Y的值 所以我们看到它这个Task Party用PRIO这个变数 那又以三个Bit 又以三个Bit就是Y 那Y这个值经过Unmade Table 可以知道说它对应到是Event Group的哪一个位元 所以我们去做All的 去把Event Group的那个位元设为1 就All的 那等一下后面同一名会看到 All is Map Table大概长成什么样子 同学在对照看就知道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取得X的值 所以Party这个变数去M的07 就是取得X的值 那取得这个X值要做什么用 我们要去设定我们的Event Table 所以由Y我们可以对应到Event Table 由Y我们可以对应到Event Table 所以取得Y的值知道Event Table哪一个元素 然后这个元素里面的哪一个位元 就是由X决定 那去做All 就是把Event Table那个元素的那个位元设为1 那这个就是把它架到Waiting List 那怎么把它从Waiting List移出去呢 同样的我们要把去找Event Table的位置 所以Party去M的07就知道Event Table的 是哪一个Bit 然后Party又移3就取得Y 所以知道Event Table的哪一个元素 然后把对应的那个位元M的成0 这个就是把Event Table 从这个Task从Event Table移出去 同样的我们要去看 如果这个整个Event Table的那一个元素 已经等于0了 那我们对应的Event Group也要轻微0 那这里就是把它轻微0的方法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OS Map Table长成的样子 那各位可以对照前面 知道它的用法 那怎么找出最高优先权的Task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透过Event Group 透过Event Group 我们知道 透过Unmap Table 从Event Group的Unmap Table 对照Unmap 我们知道 在这Event Group里面 最高优先权是在哪一个Group 我们就取得Y 取得Y的值 然后再从Y的值去找Event Table 从Event Table里面的哪一个元素 那这个元素有8个位元 这个8个位元经过Unmap Table 去知道哪一个位元代表最高优先权 就取得X 好 那由X跟Y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最高优先权是谁 就找出来了 好 那这个是Unmap Table它的做法 那同学在对照着看 它怎么去用 好 怎么去找 那最后我们用一个范例来 告知就是说 怎么去找出最高优先权 好 好 那这个是 瑞迪Group跟瑞迪Table的关系 那 每个Group代表某一个瑞迪Table的某一个元素 所以 因为瑞迪Table3 有1 所以我们瑞迪Group的bit3就会为1 同样的瑞迪Table6有1的 所以瑞迪Table7有1的 所以瑞迪Group7就会有1 那是这样对应关系 好 那首先我们要找出最高优先权 就从瑞迪Group里面去找出哪一个group的优先权最高 所以从这个瑞迪Group的值是110011000 经过瑞迪Table以后我们知道bit3最高 所以就group3 那这个我们就找出y的值啦 那由y我们就知道要从瑞迪Table3去找 好 那把瑞迪Table3的值经过onmap level 我们就知道4 4的值是里面的最高优先权 所以我们就找出x的值 那根据这个x跟y 我们去做移位 我们就可以找出我们最高优先权是28 所以28这个位元就是我们最高优先权的 的那个task 以上就是介绍如何从瑞迪Group跟瑞迪Table 找出最高优先权的一个方法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同学可以去熟悉他怎么去找 那以上介绍 谢谢